朋友们今天六种宇宙飞船的PDF提前发出来给大家 因为它的内容跟后面的内容是有相互呼应的 在之前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呢 看到评论区感觉到大家的这个思路啊 可能还没有转过弯来 或者是还没有跟着一起升级 所以今天把PDF发出来 再给大家补一个视频 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都在说 高型的飞行器就是蜥蜴人的 大家还会在问说 哎呀你怎么不介绍哪个形状的飞行器 对应哪个民族的 朋友们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信息内容太少太少了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误区 这个看待方法是非常片面的 就像我们地表人的飞行器 也不可能说哪个国家只有一个形状 譬如说我们中国有三角形的 美国就是圆形的 俄罗斯就是椭圆形的 然后法国是球形的 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啊 大家就从我们地表人来看啊 我们的飞行器是分为客机 战斗机 直升机 无人机 等等之类的 是按这种方法去区分的 你说它是从功能性上来分 还是从机械设计上来分 它都是这种区分 大家从来都没有说 你的飞行器是什么形状的 这个不是这个逻辑哈 只能说原来我们对外星人UFO的信息 实在是太有限了哈 有些人甚至跟我不高兴 我们说你去查查资料 莱瑟塔大案说的非常清楚 雪佳型的就是蜥蜴人的 我不能说莱瑟塔大案说的是错的 我也从来不去纠结莱瑟塔大案到底是否是真实的 毕竟在我们对宇宙知识了解为零的情况下 莱瑟塔大案确实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开阔思路的答案 但是在我心里 我为什么从开视频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讲过莱瑟塔大案这本书 因为在我心里 它是没有官方背书的 我现在给大家讲的这本书 起码是全球已经覆盖了40多个国家 调研了50多年的一个非营利组织 调研了这么多年的结果 是它这么多年真实的案例积累下来积攒的这一本书 如果莱瑟塔大案是我们对外星文明开篇的1.0时代 我敢说现在这本书 一定是我们对外星文明的2.0时代 大家要知道莱瑟塔大案还有很多的书籍 它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那一个种族对世界的了解 就像说我凯凡对我自己有这样的了解 对中国有这样的了解 对世界有这样的了解 但是你对这个世界 对中国 对我 对全球 对宇宙的了解 一定跟我凯凡是不一样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每个种族对世界 对宇宙 对我们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看法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种族对我们友好 有些种族对我们不那么友好的原因 我们现在回来 我再给大家重新梳理一下 这本书讲到的六种飞行器的区别 首先最大的叫母舰 这个母舰相当于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 甚至是一个星球 它可以整个种族就生活在母舰里 就是这种概念 所以它是最大的功能 最全的 哪怕这个种族 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球 有他们自己的母舰 OK了 另外一种叫星际飞船 看它的名字就知道 它是用来在宇宙当中星际穿越的 它的体型是没有母舰那么大的 它也会稍微具备一些宇宙之间攻击作战的能力 另外一种飞船叫舰队飞船 舰队飞船就是组队的吗 大家组队打怪的概念都有吧 你们在组队打怪的时候 肯定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舰队飞船 它不可能整个一个舰队都是一个形状 一个舰队很有可能是有不同的形状的 OK再往下还有思想飞船和等离子飞船 这两种飞船都是技术上非常高级的 都是用思想控制的 它们能够装载的人数也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技术能力都是相当相当高的 还有一种就是探测飞船 就是像探测器一样 有点像我们的无人机用来侦察用的 它可以有人在里面 也可以没有人在里面 再有一种就是梅尔卡巴之车 这个梅尔卡巴之车是更高级更高级的种族才会有的 一般高级的种族可能都没有 得是像天使或者长老之类这种级别可能才会有的 而它承载的数量就更少了 有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不知道有没有两个人 但是一个人是有可能的 感觉之前形容是不是有点像抬轿子的那种轿子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上面形容的词是供奉的一个人 带着它去移动这种感觉 所以它们的飞行器是这种方面的区别 有可能我的星际飞船就有好多个形状 然后我的舰队飞船也有好多个形状 然后别人的舰队飞船就有更多奇怪的形状了 或者还有跟我略有差别的技术区别 明白意思了吗朋友们 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是需要不断不断的在升级的 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原来的阶段 那就让这本书以及让我这个视频 失去了它所有的意义和价值 我希望看过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都可以不再像原来那样说 哎呀这个种族用的飞行器是什么形状 再也不会去问这种问题了 我觉得人家吸引人的技术可能也没那么差吧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翻译到它们的内容 但我觉得它们应该不止只有雪茄型的飞行器 毕竟它们也是需要进行星际旅行的 好朋友们 希望通过这两期关于外星人飞行器的视频 能够让你升级对它们飞行器的见解 这六种飞行器的PDF今天分享给大家 还有之前我自己整理的那个表格 老规矩 想要高清版本的 私聊我 群分享 想进会员的朋友 私聊我 拜拜 拜拜